台阶焦点护国神山台积电冲刺先进制程之外呢 另外在2奈米的制程 台积电也罕见了正式成立了特殊的任务编组 iPhone 15 钛金属外壳游戏体验也大大升级 既苹果 A17 晶片导入台积电3奈米制程外 高通下一代处理器和联发科天机9300日记在10月发表 采用台积电N4P制程 明年将进一步导入N3E制程 护国神山台积电冲刺先进制程 2奈米更有不能输的压力 证实组2奈米任务团队1team罕见进行建厂以来 人力和产能大调动 将调集中科15B厂逾400人及南科15A厂的逾300名人力 投入支持新竹宝山和高雄厂的2奈米计划 也是向外界宣告台积电要站稳晶片霸主的地位 这个组合不全然只是2奈米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2奈米下面的事迹是1.5奈米 而事实上台积电已经在找1.5奈米的生产基地 所以1.5完之后就超奈米了 所以也就是说越往下的这个制程 它其实难度越高 台积电是有这个能耐 朝所谓的1.5奈米 甚至我们1.8 1.5 甚至超奈米的方向进行 反观对手英特尔受到中美科技战影响 原本要收购以色列高产半导体公司的计划 因为无法及时获得中国大陆监管当局批准 只好摸摸鼻子终止计划 支付3.53亿美元的分手费 这场议员交易破局 也让英特尔多年来苦苦想要追赶台积电的雄心 再度受挫 东森财新闻许倩理官台北报导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新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新24小时股市直播